这个搭配我们在二十五课见过 咱们复习吧 在一百二十二页的第十三号 一百二十二页的第十三号 In August, she was struck by a very heavy storm during which her rudder was torn away 在八月里,她遭遇到了一次特大的暴风雨 在此前,她的舵被撕扯掉,被卷走了 好像那个大浪像一个手一样抓住 喀巴,愣给揪下来了 就被撕下来了 非常形象,这撕扯这个tare 有复习,有新知识 好,她先给警察去报警 说是我俩同学特别淘气 装扮成这个工人在迫害路面 完之后呢,她就骗某人相信一个傻事 就照应了我们第一段说的hoax 对吧,这就是个hoax 完之后她在骗那些工人 As soon as he had hang up He went over to the workman and told him that If a policeman ordered him to go away They were not to take him seriously 刚一挂到电话的时候呢 她又到了工人那个地方去了 并且跟他们说啊 如果要有一个警察来命令你们快点走的话 你们可不应该拿它当回事 这不是真警察,这假的 那我同学假扮的,假警察 这个,咱们下面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又是比较长的一个句子 这个,as soon as he had hang up 这当然是一个时间状态的重剧 as soon as he 怎么怎么就如何 他刚一挂到电话,然后呢就到工人那去 因为挂到电话是先发声的,重剧中用的过去完成式 后面用的一般过去式 因为那个走到工人那是后发声的 over可以表示跨度,从这边到那边 那边到这边叫over这个跨度 他到了工人那去,并且怎么样呢 and told them,并且还告诉他们说 the end引导两个病例的句子 他主意都是he,第二就不用再说这个he了 并且他还告诉他们,就告诉工人了 什么呢,后面那个that重剧 当然做tell,就是told的宾语了 告诉他们说,宾语重剧 什么呢,在宾语重剧里面先牵套了一个 内层的一个条件状态重剧 如果要有警察命令他们要离开的话 怎么样呢,他们可不应该拿它当回事 这不是真警察,就不要重视他 take somebody seriously 就重视严肃对待 这根本是一个恶作剧 是一个假的大学生 他假扮就好了 这个必动词加to do 为什么翻译成应该,咱们一会儿会详细讲 这是个重要的书面 好,我们先看这个从剧里面 I assume as 刚义怎么样,马上就如何 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特别常见词的 除了这个I assume as 跟引导时间状态重剧之外 还好多好多 来,咱们看几个常见的 比如说immediately或directly 这个词,这两个词 任何一个都能当连词翻译成 I assume as 刚义怎么样就如何 注意哦,在这个时候 它们不再是副词了 而是连词conjunction The meaning is exactly the same 意思完全一样 刚义怎么样,马上就说 注意,这两个词可以当连词 叫刚义 还有跟它类似的 我们说the moment 后面直接加从句 the moment 类似连词的用法了 其实我们会看出 the moment 后面加定语从句 when 但那个when一般被省略 所以the moment 非常类似连词的用法 直接可以加从句 也可以发生 就在那个时刻 刚义发生 后面就如何了 也可以把它看作是 类似于引导 时间状态 所以我们的连词 也行 还有我们用借词 on或者是upon 大家还记得吗 刚义怎么样 马上就如何了 on或upon 也有这个意思 只不过它后面 必须加名词结构 或者动名词就好了 还有我们说的 这个no sooner than no sooner than 刚义怎么样 马上就如何了 这个no sooner 是副词短语 这个then是连词 所以前面呢 如果要是指过去的事的话 no sooner 一般用过去反正是 then呢 后面这个用一般过去识 因为前面往前发生 还有一个howly when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这howly when 前面howly 可以换成bearly 或scarcely 三个词任何一个都行 后面那个when呢 也可以换成before都行 这样呢 三乘二 六个组合都可以 随便拿一个都可以 同样的 前面howly bearly scarcely 是副词 后面那个when 或before呢 是连词 那么如果是指过去的事的话 那么前面句一般用 过去反正识 那么when 或before从就 于一般过去的事 同样这个no sooner 或者hurly bearly scarcely 这样词方的去手的话 它后面要部分倒装 因为这是一个否定 含义的词汇 咱们就看一看吧 本分中一一带进去 该怎么说 你像刚才那个 immediate 会directly 直接替换 as soon as immediately he hadn't hang up 或者directly he hadn't hang up 都可以 对吧 刚一关的电话 刚才那个the moment the moment he hadn't hang up 刚一关的电话 这个也行 还有on 或upon hanging up 这个on 或upon 后面的叫动名词的 刚一关的电话 就如何 这可以 还有呢 我们用 he had no sooner hang up then he went over to 注意前面 用这个 过去反正识 后面用一般过去识 如果强调no sooner 刚一 怎么办呢 强调它放在剧手 当然放在剧手 后面倒装 主动词前提 no sooner had he hang up then he went over to 这么说 那harley went呢 比如说harley bearly discussed 就用harley吧 后面就用want好了 那如果放在剧中呢 he had hardly hang up when he went over to 如果倒装呢 harley had he hang up when he went over to 都可以 咱们总结一下 这个刚一如何 马上就如何 这个搭配 非常简单 咱们放在一块记住 就好了 好 本文说 他刚一挂断电话之后 这挂断电话 用的是hang up 嘿 这是老知识复习 三日三课 难忘的一天 咱们讲过 这个动词原型 a in g 前面四字字母 a发a 然后拱舌根发hang hang 然后后面叫up 跟舌根连断 ng up ng up 我们大声读一下 hang up hang up 这个hang不好读 因为中文中有 ang eng 但没有hang 先发a 嘴裂开 再把舌根拱上去 毒死嗓子眼 ha a ang ang 再听h一读 hang 这么一个声音 再联读 hang up hang up 我们复习三十三课里面 一百五十四页第九到底是 一百五十四页第九到底是 you hang up hurriedly and attend to baby crackery etcetera 你匆匆忙忙地挂断电话 并且呢 去照料那些婴儿啊 打字的淘气等等的 挂断电话 hang up 这是我们三十三课就见过 在复习 挂断电话还能说 put the phone down 把电话给撂了 尤其是老式的电话机 还有呢 生气的挂断电话 叫slam the phone down slam还记得吗 用力啪的一声 用力关门关窗 slam the door slam the window slam the phone down 用力生气的气氛挂断电话 又是骚扰电话 真可恨 夹击 给挂了 还有以前我们说过 那个断线了 打着半个嘟嘟嘟 断线了 叫get cut off get cut cut 在这当然是过去分词了 当然形容词来用 就是get 是细动词 细表结构 就断线了 打着半个断线 咱们复习吧 复习当时这个听力的真题 托福听力的真题片段 这个女的在干嘛 我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选哪一个 这个女的在干嘛呢 我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这个在三人三个听过 大家可能有印象 选C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用电话 再交谈 On the telephone 不是坐在电话机上面 使用电话 on computer 使用电脑嘛 对吧 我们看着原文再听一听 Question number 29 Did you get cut off? No They asked me to hang up and try again later What has the woman been doing? 好 第一个男的说 Did you get cut off? 那为什么打完电话 又打一段 是不是断线了呢? 第二个女的说 No They asked me to hang up and try again later 不过他让我们挂到电话之后呢 再再试一看 再再打一次 可能信号不好 What has the woman been doing? 这女的干嘛呢? 当然是正在打电话 用电话交谈 Get cut off 断线 和hang up 已经充分暗示 这个女人在干嘛了 好 再回到这个剧中 那么刚一挂到电话之后 他就走到了工人那去 Went over to 大家可能一般用went to就好了 一般可能不会用的over over表示一个跨度 从这边到那边 从那边到这边 叫over 到了工人那去 到工人那里去 Went over to 这边到那边 这个 表示这个意思相当常见 你想 He see me He's coming over 他看见我了 他过来了 过来 Coming over 从那边到这边来 用fuss over 有这意思 我们再听听一道 突不听一题 也是听过的 咱们看重点 关注里面的over Number 29 Can you come over for dinner tonight I'm up to my ears in work So I'll have to take a rain check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 再听一遍 Number 29 Can you come over for dinner tonight I'm up to my ears in work So I'll have to take a rain check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个咱们的以前第六课 Up to my ears in 非常忙于某事 咱们讲过 今天我们重点听的over 当然我们先看看 选哪一个吧 好 正确答案选C 选下 She'd enjoy coming to dinner another time 她想改日 换一个时间 在一块来用饭 选C 正确 咱们看看为什么选C 原文再看看 Number 29 Can you come over for dinner tonight I'm up to my ears in work So I'll have to take a rain check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咱们试着翻译吧 Can you come over for dinner tonight 晚上能不能来 咱们过来 从你家里到我们这儿 来一个跨度的 晚上能不能过来 咱们一块儿吃个饭 对象你的时候 I'm up to my ears in work 工作太忙了 So I have to take a rain check Take a rain check 就改日或择期再做模式 也是个小细语 咱们说过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女人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她想换一个时间 改日择期 在一块来吃饭 好 这是选C 是成绩的 那我们再看一个 亦然是首辨美国中的一个片段 咱们看这里面也出现的 over是这个 她跟健身教练 打电话的一个片段 咱看这为什么有over这个词 好 先听一听 Hello This is Richard Stewart My wife Maryland Stewart is a member of your program I'd like to come to the 10 o'clock Advanced class this morning Oh fine Fine Be here a few minutes early You need to complete some forms before the class Thanks I'm on my way over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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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是两个人对话 第一个呢 是这个Richard 给这个健身教练打一个电话 这健身教练原来是他老婆的教练 他不服 想跟老婆 跟老婆 用不跟老婆 跟老婆比试一下 看我体力是不是很好 他说我也去 他得先问一问 这么打电话 Hello 你好 This is Richard Stewart 我是Richard Stewart 咱们说过 打电话 这不能说I am 除非他看到你的脸了 没有看到 得说This is This is Richard Stewart 我是Richard Stewart My wife Marilyn Stewart 我的老婆叫Marilyn Stewart 那么在美国 也是嫁给老公之后 姓老公家的姓 前面是名 后面是跟老公的姓 也叫Stewart It's a member of your program 是你们这个健身项目的一个会员了 I'd like to come to the 10 o'clock advance class this morning 我想参加今天上午10点钟的什么课程 advance class 就高级课程 还记得吗 我们讲过advance 没有字幕地是形容词提前的 advanced 得翻译成 高级的advanced 对吧 那第二个教练员一听 当然很高兴 你来了得交前辈 那我收入增加 当然好 说Oh fine fine Be here a few minutes early You need to complete some forms for the class 好好好 欢迎欢迎 提前几分钟来 为什么呢 你需要填一些表格 form是表格的 在课程开始前 得填表格 那说Thanks I'm on my way over I'm on my way over On one's way 在某人去某个的路上 就是去您那儿的路上 over 咱们 我这就过去 这就过去 这就过去 在从我家到您家的路上 到您那儿去 On my way over Goodbye Bye bye 这个电话就结束了 咱们的片段再听一遍 看第二遍 能不能像听中国人对话一样 清清楚楚 Hello This is Richard Stewart My wife Maryland Stewart is a member of your program I'd like to come to the 10 o'clock advanced class this morning Oh fine Fine Be here a few minutes early You need to complete some forms before the class Thanks I'm on my way over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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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on my way over 我这就过去 over 有这个意思 文文中也是到了 工人那儿去了 Wan over to the workman B就告诉他们说 什么呢 If a policeman ordered him to go away 如果警察命令他们离开的话 怎么样 They were not to take him seriously 他们可不要 拿他当回事哦 They were not to take him seriously 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知识 就是 B动词 后面加 这个不定是 to do 我们用formal 是表示这是书面语了 B动词 后面加不定是 它有四种常见的用法 都有可能 咱们要有这个常识 我们通过上线文判断 是哪个意思就好了 第一个意思 最常见 叫打算做模式 它类似于比较通俗的 be going to do be going to do 比较通俗一些 be to do 比较正式 I'm to see her tomorrow 明天我打算去看她 这第一个是打算 文中 他们可不要打算 就注重她 这不通俗 可明显不是这个意思 它排除掉了 第二个意思表示 命令某人做模式 命令 也用B动词加to do 你看 You are not to be back You are to be back by ten o'clock 这可能是爸爸对女儿说的 女儿说我们出去参加一个聚会 爸爸说可以 但是呢 You are to be back by ten o'clock 十年钟以前必须回来 下命令 必须 必须怎么样 下命令 甚至我们正在讲课 突然间来了个恐怖分子 拿了把机关枪 说了 No one needs to leave this building 怎么反应呢 没有任何人 可以离开这个建筑物 谁要走 我就自杀 No one needs to leave this building 就没有任何人 不许 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大楼 下命令 本文中 很明显 并不是在下命令 也不通顺 第三个意思表示 能够 能够做模式 这表示一个能力 How am I to pay such a debt 哎呀 我怎么能还得起 这么大一笔债呢 这倾家荡产又还不起 这债好 趁两万个亿 我可还不起 怎么能还得起 这么大一笔债呢 对吧 别这么说 欠钱欠的太多了 还有你看这句话 We Chinese people are not to be bullied 我们中国人民 是不能够被 这个吓唬的 这个bullied B-U-L-N-Y 表示恐吓某人 吓唬某人 我们中国人民 无所畏惧 对吧 别这么说 只不能够被吓唬的 真能够 本文中翻译成能力 好像也不太对 第四个用法 对了 再不对就错了 最后一个 翻译成应该怎么样 也可以用 Be don't say to do Such men are to be pitied rather than despised 这些人 应该被同情 而不是被鄙视 这个be don't say to do 叫应该怎么怎么样 本文中呢 你们可不应该 拿他当回事哦 他不是真警察 这个对了 翻译成应该 应该如何 这是我们 Be don't say to do 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法 我们再看 培根爵是论读书中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有名的句子 对他说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some few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这个在以前我们讲 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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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排比句的时候讲过 这几个句子排比结构 有些书应该 浅尝即可 就应该读一读 差不多扔了就完了 像一些什么 一般的书啊 大概什么 普通的教科书 语文书 政治书 化学书 看看明白就行了 others to be swallowed 当然省掉了 others are to be swallowed 那r被去掉了 并列举重 它那个重复微动词 那r被去掉了 其他书呢 应该 胡伦吞下 就大概呢 从头到尾 通读一遍 有些书浅尝即可 就翻去一页就扔了 胡伦吞下 整本书得读完了 就更加重要一些了 但是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只有极少数的书呢 值得咀嚼和消化 chew 咱们在以前说过 在嚼嘛 第七课残超界 每次我讲过 digest 也可以读成digest 表示消化吸收 只有少数书 值得应该消 这个这个消化和吸收 那么在这 那么r被去掉r to be 其实我们在这 还用了这个暗语 就是把书比喻成精神的食粮 只不过这预体 那这个food食物没出现 这就是预体 全饮式的暗语的修词 这种修词 我们在第四册会讲到 那么只有少数书 值得咀嚼和消化 我在手头就有一本 少数的书 新概念英语第三册 这本书值得大家 每一个人咀嚼和消化 确实太经典的著作了 这个可以改变一生的这本书 改变我们的命运 好 这是必动词 它的四个场景用法 本文中呢 明显是表示应该 好 在我后看 他说 He added that a student had dressed up as a policeman and was playing all sorts of silly jokes on people 他还补充说 说有个学生啊 打扮成了警察的模样 并且跟人们开各种各样的 很无聊的 很愚蠢的玩笑 这个咱们还是看看 他的语法成分分析 句的主观结构 就两个字 He added that 这个at叫补充说 他补充说什么呢 后面的at从句是 病语从句呢 他补充说 后面呢 病语从句里面有两个病的结构 都是用暗的连接两个小病的句 都在病语从句里面 不能说有个学生啊 装扮成了警察的模样 在这里面这个dress up 在这这个dress 当然当不及无动词来用了 他本身的语动词了 dress后面没有加病语 就是主语本身装扮成警察 并且暗暗怎么样呢 那么主语还是assudent 所以后面的assudent就不用再说了 并且跟人们在开玩笑 咱们在词汇中 第一个词汇中就讲过 对某人恶作剧 play a joke on 对吧 就是对某人恶作剧 直播中复出play out sort of silly jokes on 跟人们开各种各样的 很愚蠢的玩笑 跟人们来恶作剧就好了 下面看一些知识点的复习 首先这个add叫补充说 就是咱们早就讲过 在第十一课 这个过海关那课 咱们就讲过 add叫补充说 或者接着说 在这不是做假法 我们看例子 在五十四页第十八行 五十四页第十八行 then I added with a smile It's a string mixture I make myself 然后微笑着补充说 这是我自己制作的 一种奇特的混合物 接着说 补充说 add 动词原型是add 后面白颜色ed是加了 一番过去的事 好 那么再比如说 本文中还有一个威胁说 你看在本文中也出现 威胁说 都是各种说的方式 在本文中的十四行末尾到第十五行 十四行末尾到第十五行 when he received a very rude reply from one of the workmen he threatened to remove them by force 当他遭到了非常粗鲁的一个顶嘴的时候呢 就一个工人的顶嘴呢 他威胁说 要把他们用无力强行带走 这个威胁说 就threaten 后面可以再加动词 不定是to do 就威胁说要去做模式 这个动词原型是threaten 我们一般工具是加一地 威胁说 那还有本文中的第十九行 还有提醒某人说 指出提醒他说 在十九行有这么一句话 at this the police point out ironically that 这个警察提醒他们说 指出或提醒某人说 就point out 动词原型是point 对吧就好了 提醒说或者是指出 让某人注意提醒 那么还有呢 我们在第一课见过的声称说 十四页的第六行开头 十四页的第六行开头 出现这个字 然而随着证据 开始慢慢接力起来 动员的专家觉得 必须调查了 因为怎么样呢 声称看到过美洲诗的人 做的描述特别相似 声称claim comme get to do 这是声称说 声称说 还有我们说那个证实说 十四页第九行开头 十四页第九行开头 这个美洲诗 在被村姑看到之后 立刻就跑了 并且专家证实说 confirm 叫证实说 这也是一种说的方式 还有在十四页第十三行开头 抱怨说 十四页第十三行开头 抱怨说 几个人 sever people complain of cat-like noises at night 抱怨说呢 在晚上有像猫一样的噪音 complain 动作员行 这个是抱怨说 后面可以叫off 但有时候可以叫about 咱们讲过 那么还有呢 我们在第十二课见过的 某人措辞说 就找到一个恰当的字眼来措辞说 在五十八页第十五行 就五十八页倒数第二行 出现这个大肥 as one of them put it eat like kings 正如有一个人措辞说 什么叫措辞呢 找到一个合适的字眼来表达 他说吃得好怎么说呢 我这么说吧 吃得像国王一样好 就put it 后面一定加个it 读快之后呢 中间字母t濁化 后面那个字母听不到 我们再读一下 put it put it 对这种人措辞说 甚至我们看那个句子 I don't know how to put it I don't know how to put it 我不知道这话该怎么说 就该怎么措辞吧 你说轻了怕他不懂 说中了又闹矛盾 你可不知道该怎么措辞 I don't know how to put it 措辞说 还有呢 我们第十九课见过的声明说 你看八十六页第九号末尾 八十六页第九号末尾 The writer stated that Rest is with the same hands 这个匿名信的作者声明说 这个猫瓦现在安然无恙 某人声明说 可以用它 还有呢 某人解释说 八十六页的第十七号 就八十六页课文到手第二号 She explained that 这个你老太太解释说 Rest对她来说很亲密啊 花钱是很值得吗 解释说 Explain 解释说 还有我们在这个二十九课里面见过的 叫自言自语 喃喃自语说 在一百三十八页 第二十一行最后 一百三十八页 第二十一行最后 He was still mumbling something about the hospital 他因为在喃喃自语 在德巴的一些有关音乐的情况 这个mumbling 来自动词原型mumble 叫喃喃自语 德巴 小称的德巴 不让别人听到 跟自己 talk to oneself 喃喃自语说 叫mumble 还有一个就是 数了唠叨说 大家还记得 就是那个nag 我们再看在四十六课 二百一十二页的第二十九号 二百一十二页第二十九号 When my wife nag m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当我老婆 呃 唠叨跟我德巴 让我非对这事 做些什么的时候呢 我跟她说 要不然买个新的歌草机 要不然 让草干脆 干脆长下去 这个nag 叫唠叨说 数了某人说 这都是常见的一个说嘛 我们以后不一定 非同say 这么很单调的字眼 对吧 表达更丰富 好 回到文章中 他补充说什么呢 a student had dressed up as a policeman 打扮成了一个警察的模样 dress up as 打扮成装扮成 刚才讲了 并且呢 跟人们开各种各样的 很愚蠢的玩笑 咱先复习 词污秘中讲过 play a joke on 或play a trick on 是对某人恶作剧 拿某人开玩笑 对吧 只不过本文中 这不是负数吗 all sorts of silly jokes 各种各样的 愚蠢的玩笑 而且注意 all sorts of all kinds of all types of 注意要翻译各种各样的 当然我们先看看 这个 对某人恶作剧的例句 咱们在22课见过 110页第十行 110页第十行 one night they just decided to play a joke onky's colleague 在这儿用的是单数吧 有一天晚上 这位狱卒 他决定呢 跟他的同事 恶作剧 开一个玩笑 play a joke on 看看在这么多演出之后 他是不是真正 把这戏的内容背下来了 好 就play a joke on 本文中注意 是各种各样的 愚蠢的玩笑 注意这个 all sorts of all kinds of all types of 固定搭配 不要翻译成 所有种类的 种类没有那么全 就是各种各样的 就好了 随便拿一个 哪个都行 比如说 she has to deal with all kinds of complaints 这女孩做的工作可不好了 她每天得处理 各种各样的投诉 或者抱怨 各种各样的 all kinds of all sorts of all types of 不要翻译所有 还是各种各样的 所以固定搭配 可以背下来 好 然后呢 这个警察和工人呢 都以为他是好学生 非常感激 both the police and the workmen were grateful to the student for this piece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那么 警方和这些工人 同样的 对这个大学生 觉得非常感激 be grateful 是感激的 形容词 后面加 to somebody 对某种感激 一位模式 可以叫for for this piece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为这一条 提前的信息 其实就是提前 通知他们这个事 感到很感激 通知本来名词 是inform 在这个for 后面用的名词结果 动词是inform 名词就information 就是为提前 通知他们的事 感到很感谢 这个大学生 只不过information 因为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想 这个 这个 得加量 是peace this piece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为提前通知这个事 感到很感激 感激感谢的表达 形容词 除了grateful之外 都好多 但搭配是一样的 be thankful be grateful be obliged 甚至 be indebted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因为某事 而向某人表示感激 感谢某人 我们分别读一下 thankful 不要读for 是for 这个声音 再来面 thankful grateful obliged indebted indebted 字面词好像欠债的 在这欠人情债 同样的 你如果知道 向某人表示感激 可以把to somebody 去掉 如果知道被什么事呢 也可以把for something 去掉 这个to something 和for something 也是灵活 可以组装的 可以拆卸 也可以安装 这都很灵活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我感激您 对我的帮助 用thankful I'm thankful to you for your help 一个说 I'm thankful to you 或者I'm thankful for your help 这个to something 和for something 可以组装 可以拆卸 再比如说 我非常感激 您给我的建议 咱们用grateful I'm much grateful to you for your advice 这个建议 advice 不可守名词 much 加强一些语气 非常感激 再比如说 我深深地感谢 您给我的鼓励 深深地加个deeply 就好了 我们可以用 I'm deeply obliged to you for your encouragement 如果知道事实上 您可以把to 上面去掉 to you去掉 这个也可以 我们再用那个indebted 我对您提前通知我此事 极其感谢 极其咱们用most 不加定词代表是极其 提前通知 咱们用刚才那个 for this piece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我们用most indeaded to you for this piece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我对您提前通知我此事 感到非常的感激 most我们说了 就是形容词 前面没有定词的 不能凡是最感激 而是极其特别 特别感谢您提前通知 我这个事 感激感谢 感激感谢 我们食物课中 还有讲过其他一些大费 比如说 我感谢您的帮助 用动词 I appreciate your help 或者干脆用 I appreciate it I appreciate it 都可以表示感激感谢 这个it 就表示your help 对吧 甚至还可以用I owe you 我欠你一个人情 或者说I owe you one 我欠你一次 可以这么说 但是那个I owe you 或者I owe you one 一般用在熟人之间 就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们呗 你用在陌生人之间 你欠我 你多次还呢 就虚伪了 朋友之间可以这么说 好 第二段呢 这个大学生 两边都组好之后呢 他偷偷在旁边看热闹 下面精彩呢 还在第三段 我们第二段跟老师先看得出 天哪 我希望你能够带你 是 我希望你能够带你 我能够带你一辈子